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不仅有林大厨坐镇 节目组还特意邀请了居住在中国的法国厨师 能做中国传统美食 还能做法餐 还能担任翻译 这安排 用心良苦 而除了这两位专业主厨 嘉宾里的江炎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在娱乐圈里 他也算是出了名的手艺好 单单看他小视频里的各种美食 就足以证明他的动手能力 且到餐厅后 看到他准备的各种不同功能的抹布 以及带来的各类自制饮品 大家对他的专业度也变心中有数了 还有黄晓明 再怎么说也是中餐厅的老前辈了 无论做菜还是餐厅运营 他已经是驾轻就熟 更重要的是 这季中餐厅所选的位置 不仅在莫奈花园中 他原本还是当地知名的米其林餐厅 老板刚来就给了高要求 别砸招牌 可以看得出来这次节目的重量级别 也是因为众多得力嘉宾的加入 刚播出一期 就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只是优秀的人太优秀 有的偷懒合婚日子的人 便露出了马脚 多次令人失望的表现下来 观众纷纷摇头 这俩是中餐厅有史以来最差的 他们这算是有资本撑腰 装都不想装 其实别说是综艺了 就算是在现实生活中 但凡是人多的地方 难免会有一些抓马的场面 加之明星们的生活条件也许是比较优渥 所以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就令人无法理解 比如分房间 六间房八个人 避免不了有人要同住 以往面对这种情况 节目里年长的嘉宾会谦让 又或者是年轻的嘉宾会多多考虑前辈们 长辈们的休息 大家互相理解 就如隔壁的花哨 当时一行人入住拥挤 热巴抢着要住在走廊拐角 说自己无所谓 王安宇和胡先旭又考虑到那里没有窗帘 女生不方便 最后两个男人承担了一切 即在一个小隔间里睡 连床都是现搭的凑合的 反观中餐厅里同样年轻的胡一天和翟萧文 差距那叫一目了然 黄晓明表现得很绅士 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女士休息好 所以建议于舒心姜言各住一间 但很快林大厨就提出不想和别人同住一间 一来 共用卫生间不方便 不来 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忙碌一天 休息以后 不想打个电话 干点啥事旁边都还有一个人 其实可以理解 毕竟大厨也算是一个餐厅最忙最累的人 这个时候 并没有人做出退让 而是全员沉默 显然 镜头里的男人们 似乎都需要自己的小空间 都想单住 虽然尹正为了缓解尴尬 提出先看房间再决定 但是看完房后 众人又沉默了 最终打破沉默解决问题的人 是于舒心和尹正 在征得江言的同意以后 于舒心主动提出 两个女生可以住一间房 也就是 生下的六个男生 可以分五间房 只需要当中的两人共住一间就行 看大家都无此意 尹正表示 自己可以和黄晓明住 这样的话如果有尴尬也不怕 因为两人太熟了 黄晓明也欣然接受 表示没问题 所以 单住的人是林大厨 法国大厨以及胡一天 翟萧文 网友们隔屏就看不下去了 明明是晚辈 明明是年轻人 胡一天和翟萧文也没什么特别的技能 干不了什么主心骨的活 就那么需要单独的空间 两个大男人 一点担当都没有 关键时候就必卖 还需要小姑娘给你们腾地儿 太败好感 不过即便如愿以偿 两人也并没有打起精神为餐厅做贡献 第二天早晨起床 于舒心元气满满跟大家打招呼 为团队加油打气 此时的胡一天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无精打采 好在于舒心也不惯着 直接点名 你怎么不喊加油 要知道 同样忙碌了一整天的江炎 不仅凌晨两点大家入睡了他还在活面 一早还提前起来去餐车准备 人家怎么就能时时刻刻打起十二分精神呢 难道是胡一天头一天太累了 我们回看一家道中餐厅的第一天胡一天和翟萧文做了什么 在商讨出菜单 敲定菜品之后 大家各司其职 炸猪排的炸猪排 做冰粉的做冰粉 胡一天和翟萧文则负责双火烤烧烤 然而节目组的镜头记录下 两人单单是生火 就生了足足三个小时 要说是没经验可以理解 那为了提高效率 你们可以求助 也可以拿手机往上插吧 两人并没有 就跟玩似的 不仅往火堆里放沾水的石头 导致炉子一边烧一边发生小爆炸 两人还相约离开去喝水 完全不留人看守火炉 等到大家都忙完过来以后 尹正黄小明很快就找来钳子把石头捡出来 解除了危险 火也升起来了 这才开始正式烧烤 此时就想问 最终解决问题的仍然不是你俩 那么之前浪费了三小时时间 你俩是在消磨时间 就因为干了这活 累到第二天起床状态全无 疲惫不堪 带着这样的状态 在第一天外卖车运营的过程中 翟萧文和胡一天算是没有帮忙反而添乱 姜岩做饼做冰粉 林大厨做猪排 广坦做包子 尹正负责酸梅汤 胡一天负责收银 那么剩下的成员就得见机行事了 于书星和黄小明不与儿童 接下了懒客的活几 两人又是唱歌又是表演又是聊天 的确让小滩的生意一点点火了起来 没成效 点单的人多了 改销文就乱了 只知道在中间传话 没有考虑高效的点单方式 导致江言抬出两碗冰粉以后 他一联盟不欠冰粉了 要不是隐正出招 你别慌 你用各便利贴点单收了钱 然后把标签给他 估计过不了多久 餐车的营业便会乱得一团糟 而另一边的胡一天堪称是在赶客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客户 小姐姐一次性要了十个包子 胡一天想了想 你要不要尝尝猪排 本以为这是友情赠送 小姐姐激动的点点头 哪知胡一天下一句就是 尝了你会再买点吗 听了这话 小姐姐瞬间就委婉拒绝 我还是先把十个包子吃完吧 之后又来了一位客人 想商量买一瓶酒能不能便宜 胡一天脑子一转 两瓶才可以 要知道 这两位客人可都是咱中国人 一国他乡看到家乡人来捧场家乡味 黄晓明的做法是热情招待 并留下联系方式 还想跟对方进货捧场 胡一天这么迫不及待 想让对方掏钱 也不怪大家说的难听 这是杀熟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小细节 众所周知 每一季节目 大概都有一个负责默默洗碗 勤勤恳恳的嘉宾 比如之前的芒果台主持人 金孟佳 他都因此获得了洗碗妹的称号 但这次 翟骁文把碗收到后厨以后 他一个步骤都不会 该不该放水 要不要用洗洁精 他每个步骤都要询问 咱就是说 这么大的人了 如果真的不会这些的生活技能 能不能学学再来 在众人给力 团队分为和谐的情况下 胡一天和翟萧文 真的令人打败好感 至少当下 是成了这个节目的唯一败笔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是这个德行 为啥还要请呢 其实中餐厅一直以来 关系户资源咖 都有 比如芒果台需要捧自己的人 曾让李浩飞跟赵丽颖一起录制节目 但是人家李浩飞可是足够努力啊 论性格论勤快程度论情绪价值 当初所起到的作用就如当下的于舒心 还有姚安娜上节目之初 也引发了众人质疑 但是人家也没摆架子 也没偷懒 反而很真诚 着实是用实际行动证明 我不是公主 反观胡一天和翟萧文的节目专属片段 别人出去采购 胡一天在家摆pose 常常一段善镜 那是各种角度 各种滤镜 各种配乐 把胡一天拍成了偶像剧男主 翟萧文最初采的 却是拿起话筒唱歌的片段 好家伙 一档开餐厅的节目 一个来耍帅 一个来唱歌 这捧的 硬的不能再硬了 好在明星们的208万之后 观众也不惯着谁了 开播就被大骂 也是对两位的警醒 拿着这高薪 最起码要对得起这份工作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